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走兽和飞鸟学习 参考经文 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 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 约伯纪十二章七节 世界各地的孩子都喜欢向鸟类学习智慧 大鸟,来自芝麻街和鹅妈妈和她的童谣 是两个最广为人知的鸟类导师 它们是拍着翅膀摇摇摆摆地在地上走着的鸟 我的一位上了年纪的教授 经常把鸟儿称为她的老师 她说,当她观看鸟儿时 她把小鸟称为LBJs Little Brown Jokes的缩写 棕色小约伯 因为她分不清麻雀和燕子 但她越仔细观察 就越能体会到它们之间的不同 最后,她说她学会了观察小鸟 这也让她开始欣赏身边的人 以及神在他们生命中独特的工作方式 约伯很沮丧 因为她的朋友们总是把神在世上的工作一概而论 把每件事都当作LBJ 他们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些看似智慧的想法 但对神在苦难中的同在 却并没有深刻的见解 约伯解释说 智慧不是对所有生活中的困境都有正确的答案 而是能够注意到 神在每一种处境下所做的事 并认识到 神最终掌管着我们生活的一切结果 她说 连走兽和飞鸟都知道这一点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请赐给我们谦卑的心 帮助我们密切关注我们生活中的人的遭遇 好使我们能认识到你慈悲的同在 以及你在我们中间奇妙的工作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еро于嗨 123 182 192 22193